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唱歌 我可以唱嗎 好,你唱 我可以唱 唱愛拚才會贏 愛拚才會贏 不過有人說 沒在拚 也說他一定會贏就對了 就是說我突然發現 蔡英文 當然我們會細細的彈 蔡英文已經不知道 彈過多少次 到處講說 我贏贏贏贏贏 這是史上第一個 史上第一個 因為我把台灣的 過去的總統的民選史 你看看來看 每一個即使是在2008年 馬英九即將狂勝的時候 馬英九都希望大家 不要高興的太早 票還沒有開完 對 只有蔡英文島內島外 到處告訴大家說 我贏贏的 第一個 贏贏的贏 但是我們今天 一開始的時候 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也許在平面媒體上 你沒看到這一則新聞 你也許在電視上面 沒有看到這則新聞 這才是糟的事情 那麼可是呢 他的謠言 傳播的速度之快 透過臉書 透過一些社群的網站 然後再透過一些 這個推波助瀾的一些網友 哇 這個謠言傳播的速度 真的在一天之內狂傳 而這個謠言的殺傷力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選舉 就已經看到 而此時此刻謠言 正在崛起當中 是 好 當然去年我們看到了 包括像憲文 對 許多的謠言 第一時間其實 很多的候選人 大概都會覺得說 謠言止於智責 對 我這樣不太需要去回應他 對 我相信聰明的人都會判斷 很抱歉不是這樣 是 那麼洪秀柱呢 其實在7月19號的 那一場演說裡頭 其實慷慨激揚 很多人都非常的振奮 然後你看到現場 他每一段話 他不用喊說 對不對 然後現場就自然然的 就響起了掌聲這樣子 你說的那個對不對 是誰 很多人 OK 每一次聽到那個對不對 就冷 然後呢 他裡面講到了一段話 中國國民黨 是國父所創建的 那麼中國國民黨 帶領著全國人民 然後打贏了抗戰 然後光復了台灣 然後脫離了殖民統治等等等等 結果有人硬要栽贓說 洪秀柱說 國父領導抗戰 而這樣的謠言 如此容易查證的謠言 居然也在網路上面狂傳 而且狂傳的狀況如何 來 婉君弟弟 洪秀柱您說 中國國民黨領導抗戰 可是呢 在自由時報的網路版報道說 是國父帶領抗戰之後 好 儘管呢 只有自由時報 沒有其他主流媒體在報導 還是在社群網站引發了討論了 我們來看到 總共加起來的討論量 就有2000多則 那麼最多的就是臉書 有1248則 另外呢還有PTT 678則 那麼在YouTube上呢 其實這個演說呢 瀏覽次數有多達8萬次 不過還是有442則 說啊 這洪秀柱講的是 國父帶領抗戰 這樣的謠言 好 謠言滿天飛 也在自由時報 還有Mobile Y上面都有 那網友到底在討論什麼呢 好 有人站出來說話了說 明明洪秀柱的主詞 講的是中國國民黨啊 這個媒體呢 又在扭曲鄉民來操弄了 不過你看看 還是有一些謠言說出來 這樣總共加起來呢 就有53%超過半數的人說 洪秀柱難道是草包嗎 這樣的程度能夠當老師嗎 洪秀柱講的真的是 國父領導抗戰嗎 我們就來聽聽看 他到底是怎麼說的 中國國民黨 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建 是個具有百年歷史的 光榮政黨 他創立了中華民國 帶領人民打贏八年的抗戰 帶領台灣走出殖民地的悲劇 帶領台灣創造了亞洲經濟的奇蹟 讓台灣的民主贏得世界的尊敬 也讓兩岸開創了和平的榮景 無論有人如何的污蔑 這些成就都是國民黨努力的事實 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驕傲 好 其實我們很努力去找說 網路上是怎麼開始傳這個謠言的 坦白說我們能夠做到的 很重要的一個來源之一 我們不敢說它是唯一的來源 其實自由時報的網路版 這個是在網路上面 他們今天已經把這一則給刪掉了 然後但是有網友就留下了這個截圖 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說洪秀柱說 國父帶領中華民國八年抗日 然後網民說把孫文從墳墓裡刮出來 然後裡面內文就開始在罵洪秀柱白痴啊 什麼什麼等等的 就開始狂罵 等一下 因為我剛剛聽你們講了這麼久 大家會覺得說 我在自由時報沒有看到啊 我確實我每天都看自由時報 我每個字封信字號 我都看得蠻仔細的 以前我不看 後來我發現了不看真的 我都嫌他看他太仔細了 我就每一個都仔細的看 可是一個字都沒有啊 他就在網路上面燒一把火 他今天已經把這個內文都刪掉了 你知道嗎 可是我們剛剛看到 怎麼可以這樣 臉書上的狂傳已經超過一千多集了 而且在這裡 這邊是這個PTT的討論 那他們的討論都要有媒體來源 引用自由時報 媒體來源就是自由時報的網路版 然後標題就是洪秀柱說 國父帶領中華民國八年抗日 然後網民說把孫文從墳墓裡挖出來 所以PTT上面的討論的來源 就是自由時報啊 所以網路謠言 我跟你講你們不要小看這網路謠言喔 因為等到主流媒體開始澄清這個謠言的時候 對不起那兩千多則發文的人 他們都已經是根深蒂固 再也不相信真實的話了 是啊 所以謠言止於智者啊 在現在的網路世界裡面是不存在的 因為網路世界裡面太多 誠心要抹黑造謠的人 連聖文就在這樣的抹黑造謠的網路世界裡面被毀掉的啊 朱立倫到北京去 朱錫慧 明明講的是兩岸同屬一中 但是兩岸對一中的內涵有不同的說法 不同的解釋 但是網路上他硬把你後背給刪掉 是啊 然後給你扣三個紅帽子 這是說網路裡面抹黑的手法啊 洪秀卓這一個 這一個說法 這個演講 其實很清楚嘛 他的主詞叫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國父所創立的 中國國民黨帶領中國人民去抗日 去北伐 讓台灣脫離殖民地的一個殖民地的悲情 主詞叫中國國民黨嘛 一點都沒有問題啊 可是這些年考考五分 考十分的人 他們就是沒有把主詞的觀念練好 國文沒有練好 然後在那邊秀智商的下線 搞白痴手段 然後錯了還不認喔 很多人喔 他也弄到我的臉書上面來 因為我的臉書算是熱門的臉書 弄到我的臉書上面來 那我也給他解釋 他也不管你解釋耶 對 他照樣一樣給你瘋狂的傳 還說什麼 這種白痴怎麼選總統啊 對 那其實他們的做法就是白痴嘛 但是這樣的做法 如果不及時的加以導正 不把這個謊話跟謠言給有效的戳破 這個再傳下去不得了喔 千萬不要以為謠言止於自責 很多吃過虧的人就深刻體會 我也是一樣啊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會讓我覺得最吃驚的一件事情 是這個算是各種謠言當中喔 查證的速度最容易最快的一種 因為 叫出來聽一遍不就知道了嗎 網路影音 這一段喔 在YouTube才二十秒 你聽完了喔 不可能不清楚 因為他這裡面中國國民黨 然後是國父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 是個具有百年歷史的光榮政黨 還有這一句耶 然後光榮政黨創立了中華民國 帶領人民打贏了八年抗戰 還帶領台灣走出殖民地的悲情 還帶領台灣創建了 創造了亞洲經濟奇蹟 這個主詞怎麼可能會搞錯 但是有人是惡意的要搞錯 但有些人就是人云亦云 以而傳而啊 就習慣了就好了啊 這些人真的是這樣 欸 這麼簡單查證的謠言 也可以傳這麼快 也可以傳這麼廣耶 你不覺得可疑嗎 一個謠言 我跟你講為什麼非常可疑 因為洪秀柱是7月19日 下午兩三點鐘才講這個 然後呢 自由時報是在7月20日 你看7月20日 這是他的頁面 下午1點40分 在網路上出來的 1點40分出來了 然後已經 自由時報的內容是說 這個新聞不是我們寫的喔 是網友 網友 然後網友已經這樣了 可是我最早看到的是這個 我為什麼看到呢 就是有網友貼到我的臉書 然後我點進去看了之後 而且你看到自由時報是 你說是1點幾分的時候 1點40分的時候 1點40分的時候 1點40分的時候貼出來的 對 然後呢 這個PTT網站上面 1點53分就引用了 這麼快 這麼快就引用 好快喔 而且不是只有一個網友 在PTT上 是已經就 多方就傳佈了 一個傳十個 十個傳一百 他一下子丟出十篇二十篇 出來就啪就鋪天蓋地 然後呢 這是1點40分 網路版的自由時報 我昨天在5點鐘的時候 不要說今天 昨天5點鐘 要再去找這條新聞 已經下架了 所以這一則自由時報的 網路新聞的壽命 只有不到四個小時 好 這四個小時 可是它有很豐盛的後果 在PTT上 在臉書上 已經狂散鋪天蓋地上去了 好 它要達到什麼效果 這個顯然百分之百是個謊言 而且很容易拆穿 可是它不怕你拆穿 你拆穿以後我就下架 我想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是一件小事情 我也同意 它大概就是一天的壽命 四個小時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就是說 這個事件它不是單一事件 對 因為它會不斷地發生 過去也發生過很多 許多人吃過類似這種的操作的虧 如果你沒有去解釋 它不會下架 同時就算你解釋了 它雖然下架了 但是Google也隨時看得到 是 再來 我唸一下 在網路上 你現在在網路上 在Google上 你只要Google 洪秀柱 國父 是 還是跑出來這個標題 那個標題就叫做說 網民說 把孫文從墳墓挖出來 就是在 烤製 洪秀柱 這個標題 自由時報當初下的標 還在 然後其他在網路上面 在PTC上 在臉書上面 繼續謠傳 我們在強調就是說 像這種的謠言 背後看起來 好像是某一個很無知的網友 隨便講的一句話 對 以我們的經驗來講 背後是一種非常清楚的 惡意的操作 用一種白癡的心態去掩飾這種 惡意的操作 你如果沒有看到 你就跟著這些白癡走 好 那麼 這只是一時的操作而已嗎 還是實在前科累累 其實洪秀柱是6月17號 國民黨才合背 作為總統候選人 對 然後7月19號 才通過確定是總統候選人 可是你看 這短短的一個月的時間 從6月28號 那麼巴仙粉塵事件 明明洪秀柱說的是祈福 自由時報的電子報 就硬是要把它誤導為默哀 等到網友們狂罵完了之後 他再來致歉說對不起 其實是祈福 然後從頭到尾就是祈福 然後自由時報自己搞錯了之後 罵完了之後 他就說對不起是祈福 然後這邊7月7號就唱衰719 然後7月19號的時候 就做那個出席率的事情 可是出席率的事情 昨天才澄清說 沒有啊 這是這五年來出席率最高的一次 然後這一次操作的是國父說 這真是四個小時放一把火就走 然後今天更少 這個更有意思 對 然後7月21號再來操作 洪秀柱跟王金平沒有互動 這個沒有互動是說7月19號的全代會 結果王金平自己今天就說了 明明我們在休息室 兩個人縮小那麼久的時間 縮好久 是你們沒有看到而已 所以沈委員 其實這一次的國父說 你本來講說操作這件事情的人很笨吧 因為很容易被澄清 可是你看那個效果很強耶 沒有我沒有像各位這麼悲觀 因為邱毅說這個會繼續傳下去 那不得了 不會的 因為這個事件的那個問題的本質 是很低級的 所以不攻自破一下子就要拆了嘛 那有負面效果嘛 因為很快的大家就覺得這件事情的無聊 所以是負效果的負效果 所以我覺得對於洪秀柱沒有傷害 我覺得傷害就算有也不大 這個是一個陰謀嗎 這是一個謠言嗎 我覺得剛剛香榮講得不錯 就應該要把它分成兩個 那個始作俑者 我認為他水準就像邱毅講的 他大概連考只有五分了 所以我認為他不是故意的 他真的聽錯了 所以你認為始作俑者是真的笨 對我覺得他是笨 因為如果任何人稍微有一點點良心 去聽到洪秀柱的演講的全文 不至於做成這樣的結論 因為那是一個形容是騙語嘛 那中國國民黨才是主持嘛 底下做了很多事情 創建民國光復台灣 把台灣變成經濟奇蹟一大堆 然後兩岸和平什麼的 國父不可能做這麼多事情嘛 因為國父在民國十四年就死悄悄啦 對不對 那我們的經濟奇蹟是到了民國一百年 接近才有 民國七八十年八九十年 對這個普通常識的人都有 我認為是後面這些 看到這個消息見烈欣喜 然後一路傳下去 我覺得這些人跟那個始作俑者 那個照這個故事的人 我覺得是兩回事 可是自由時報在一分鐘之後 就上電子報啦 現在因為是選舉事關勝敗 所以很多討厭國民黨的 討厭紅秀柱的 就一直看到有機會 當然就拼命去製造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每天 你都每天都很認真看自由時報 我是不看的啦 但是我路過有自由時報 我都會瞄一下他的頭版頭條 你曉得自由時報的頭版頭條 有什麼特色嗎 多謝老公多糟糕 多謝老公多倒楣 我都要看一下 然後在心裡說說 這道理是真是假 自由時報就是有這種個性嘛 不過如果說真的只是這樣子 這個不小心啦 擦槍走火 不是不小心喔 笨 是笨 後面是惡意對不對 對 笨加惡意啦 真的反效果 他的效果真的不夠強嗎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其實在經過選戰的人 都會知道最近這種 用網友抹黑的人 哇好可怕的效果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 如果說他真的只是網路的一則留言 我們就不會拿來討論 因為網友們的品質 稱之不齊落差很大 就像我們昨天還特別提到 偶爾我會看到一些 好像在吐槽網路酸辣湯 什麼東西出現錯誤 你只去看的時候 不過就類似這種白癡文 對 就故意裝白癡好像看不懂 其實他當然看得懂 他當然聽得懂 洪秀祖講話 但是他要裝白癡 可是如果一個號稱 台灣第一大報的媒體 在一分多鐘之後急著轉載 之後他就不是單一事件 所以至少自由時報的 這一個轉載 我想就不能夠稱之為笨了 對不對 我這抹黑的手法 我由四個字形容 叫做小步快走 可是問題是 他累積久了以後 他就變成塵 那個塵埃就越積越厚 到最後就變成一個印象 一個image 這個image一出來的話 就影響了對一個人的喜愛 與厭惡 就是之前剛才所描述的 最後就會影響到 整個投票的動向 所以這種抹黑的手法 我覺得非常的惡毒 吳敦毅一個明明是行政之力 那麼完整 行政能力這麼好 政績也不錯的人 硬是被這種小步快走的抹黑方式 最後證明了 所有被抹黑的八件事都是假的 但是問題是 他的支持度到現在趴在地上 最後算是一週刊都道歉了 是 又怎麼樣 他有幾個人知道 對 這邊其實 徐鴻廷市議員 其實你自己在選戰的過程當中 是親眼看到這種網友 是如何的 其實他主流媒體 常常是登不出來的 因為主流媒體 一看就知道那個是謠言 一看就知道這個不是真的 可是他的流傳速度 硬是非常的快 等到候選人發現說 急著去澄清的時候 已經賣戶了 已經眾口塑驚了 這種經驗太多了 對不對 我想剛剛沈大佬提到 他說這樣子的一個 隨機的這個事件 其實它是累積 成為一個很完整的一個既定形象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悲觀 在看所謂網路世代 這樣子的一個習性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網路世代最大的一個特徵 就是什麼 聲量大 會累積成一個非常大的 強大的從中效應 所以呢 在即時新聞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 自由時報剛過去 主持人所列舉的每一個 所謂的這個 看似這樣子的一個攻擊事件 後來自由時報 當然它都有下架 或它都有撤掉 可是它用的都是什麼 所謂的即時新聞 對 換句話說它沒有足筆 它也沒有所謂一個人 可以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負責 而是用一個即時新聞 瞬間發佈的一個方式 去慢慢的累積 所以看似隨機的 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會累積成一個 完整的既定印象 對耶 所以剛才大家 這則新聞裡頭 完全沒有記者的名字耶 只有一個即時新聞 綜合報導 所以你連要找一個記者 然後來罵他說 你連查證都不查證 我連找到記者的名字 都沒有忘掉 收中心 我再舉一個我非常不想 要舉的一個例子 剛剛我們提到 謠言止於智者 但是其實老祖宗的智慧 也有講過 三人成虎 真身殺人 最大的例子在哪裡 洪秀柱曾經提出一個 兩岸的這個政策 叫做一中統表 對 一中統表的政策裡面 其實觀眾朋友如果 仔細的去看 這個整個的政策 它只在於 治權跟所謂的這個主權 這樣子的一個分立 但是呢 這個東西完全被一句話說 毀掉了 就是洪秀柱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有提到所謂 中華民國不存在這個部分 事後證明 其實是斷章取義 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 連中華國民黨的黨中央 都有人認為就是說 好 因為你講了這句話 而這句話被斷章取義 所以拜託你 這些東西不要再講了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就真正的所謂的事實 被所謂的一個既定印象掩蓋之後 你要花十倍的力量 連同志都懶得去辯解 沒錯 連你的同志都不會支持 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好 這個當然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就是自由涉及之外 還可能在有一個四面 蔡哥 為什麼說蔡哥 蔡哥 四面楚歌的故事 因為民調也是很重要的操作 那麼其實我們看到最近 民調多如牛毛這樣子 從六月十九號 義電視的民調 自由時報六月二十二號做民調 臺灣指標七月十五號的民調 兩岸政策協會 集的七月十五號做民調 臺灣民意協會七月十九號做民調 趨勢民調在七月十九號 然後新臺灣智庫七月二十一號 其實我們都查出來說 這裡面很多的智庫背後的 老闆 董事長 其實都是綠營的政治人物 但不重要 他就要形成一個印象就是 蔡英文領先 而且是領先三十個百分點 我打個岔好嗎 因為我知道鳳馨要交給婉君弟弟 我們看到的就是說四面菜哥 你最近可能會注意到有很多 你也許不會注意到說 是哪一家做的民調 但是我們會注意 對 我們會注意說 這家民調公司有沒有說服力 有沒有公信力 後面有沒有要不要顧慮到 他的機構效應 因為這些民調公司有許多 都在今年雨後春筍的出現 而且很密集的在這兩個禮拜 做完全相同性質的民調 民調當然第一個 蔡英文大幅領先 你知道領先領先三十%是什麼意思嗎 就蔡英文會贏大概四五百萬票 五百萬票 第二個就是說 民調當中有一個呢 還沒有表態要參選的人都在裡頭 那個人叫做宋楚瑜 而且都第二名 好 那當你看到 就有這麼多的民調公司 雨後春筍出現 你還沒注意到一點 在網路上面 有許多的網路媒體 在這一年當中 雨後春筍的出現 他們的立場完全一致 對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文宣操作 是鋪天蓋地而來 不過我們還是看一下 比較真實的民調 TBS昨天最新民調 洪秀柱跟蔡英文之間 跟之前的差距是一樣 還是十二個百分點 不過他們也從中了 也做了宋楚瑜 我們來看看 最新的民調情況如何 來 婉君弟弟 好 就來看TBS的民調 來看到加上了施明德的話 你可以看到洪秀柱是30% 蔡英文是42% 而施明德呢是2% 那民調當中呢 如果再加上了宋楚瑜的話 洪秀柱掉了一些25% 蔡英文也掉了一些是34% 宋楚瑜是19% 至於施明德是1% 好 這份TVBS的民調 我們透過交叉地區分析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呢 在北北記啊 陶出苗任何一個地方 好 蔡英文呢 都是領先洪秀柱的 好 不過呢 這其中最差距最多的 就是在高屏紅他們差距很多 蔡英文達到52% 而洪秀柱是24% 這是TVBS的民調 好 但是呢 在網路上可是截然不同的風景喔 雅庫的民調 好 如果說這個2016總統大選 你最愛看好誰呢 可以看到洪秀柱跟蔡英文 相差10個百分點 這是從昨天呢 一直到今天的3點20分為止的民調 目前你看到有3萬多人投票了 那麼洪秀柱呢 從昨天的45%到現在已經升到46%了 贏過蔡英文的36% 好 可以看得出來 在網友心中洪秀柱還頗受歡迎的呢 我們稍微現場 好 當然這個 我們前面講四面菜哥 現在看TVBS的民調 我想TVBS的民調 那沈老大就比較有研究這樣子 你從這裡面看到的訊息是什麼 而雅虎的他的這個入口網站 所做的民調 他當然是另外一種網路上面熱度的一個調查 你的看法 就如同剛才向榮講的 這一路走來最近這幾個禮拜的民調 都只有兩個目的嘛 就要確認洪秀柱會被替名 但是你這個被替名的跟蔡英文相比是很差的 還有第二點就是今天要去拱宋楚瑜出來選嘛 除了這兩個目的以外 沒有第三個目的 但是我認為等到宋楚瑜表態之前 所有的民調其實都不需要費太多的力氣去分析 比如說昨天TVBS民調裡頭有一項 就是說你以前投馬英九的人 你這次要怎麼投法 那裡頭投馬的人有百分之二十幾 要投蔡英文 你想老趙何許聰明 老趙在節目裡頭一直說 這我看不懂 這我看不懂 後來我因為沒有機會講 因為我仔細看了一下 你曉得那個自我表態 說我上一次投馬英九的四十幾% 說我上一次投蔡英文的只有二十六% 十幾不要二十幾% 上次的投票的兩個人的落差 是這個樣子的嗎 沒有差那麼多嗎 所以連TVBS這一次的民調 這個都是很多人都是造假 對 很多人都說我上次投馬英九 我覺得那個是假的 對 是受訪者造假的位置 這要解釋一下 不是說TVBS造假 而是受訪者 而是說受訪者 受訪者 受訪者 不過其實我們真正要問蔡英文的是 你一直強調維持現狀 但是這都不是我們的質疑 我們找到了一些對於蔡英文 無法維持現狀的一些質疑 這裡面包括了林中斌 包括了呂秀蓮 包括了台東的火龍果的小農 還有包括了美國智庫的學者 這很重要 他到這個智庫去演講 然後還特別的接受這些學者的發問 但是問答結束之後呢 學者們仍就認為 你是沒有辦法維持兩岸和平的現狀的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蔡英文當了蠻久的民進黨當作是 也兩次的參選總統 對 以這一次來講 因為民進黨提名很早 到現在已經將近半年了 對 半年來其實蔡英文最核心的政見 只有一項 就是 維持現狀 不 她核心的政見是 我穩定的 對 其實沒有其他政見 維持現狀不能算政見 因為後面人家會問你說現狀是什麼 她唯一的政見是 我穩定的 連在美國的座談都是一樣的調子 我們等一下會整理 這個 人家說要拚才會贏 不過小醫師伴一種 拚拚也會贏 可是呢 其實民眾生活攸關的 還是2016年之後 我們到底的生活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那麼 蔡英文這一部分她有提政見 她說維持現狀 她真的有講維持現狀 那但是問題是很多人質疑蔡英文 你這些現狀能維持嗎 一個是林中斌 林中斌其實是 在民進黨時代的陸委會副主委 好她說綠營和大陸缺乏共識 以及共同的政治基礎 蔡英文如果當選大陸恐怕懲罰綠營 會有盟邦雪崩式斷交危機 就最早講斷交危機的 在外交上面 美國學者葛萊儀還有維特羅 他們在最新一期的外交期刊 《國家利益》裡頭他們撰文 她說如果蔡英文明年1月 當選台灣總統海峽危機 發生的可能性非常高 志賢 其實這兩位學者 都參加了蔡英文的座談 可是顯然沒有解除他們的疑慮 我覺得要天才才能夠解除余慮 因為葛萊儀其實是長期的 非常重要而且很中肯 她態度她並不是偏向國民黨 對 她其實是一個非常紮實的學者 所以你看她提出來的 她的預判 習近平可能對台灣所採取的手段 是很中肯的 美國前副總統奎爾 跟蔡英文見面之後 蔡英文怎麼講呢 她說 她說蔡英文重申 對於維持現狀的主張 她維持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我們這八年來台灣沒有民主跟自由嗎 而且排名一直提高 我們生活在獨裁國家嗎 我們總統被罵成狗血淋頭 台灣的民主跟自由 真的不需要蔡英文來維持 她說她要維持台海和平跟兩岸穩定發展 請問你怎麼和平 你怎麼發展 你怎麼發展嘛 可是問題是 就因為搭配了我們前面一段講的 她那麼多的鋪天蓋地的謊言 操作 她這些操作跟謊言 是非常有層次的 民調 三十趴 贏你三十趴 好你拚了你不用說了 所有要支持洪秀柱的力量 縮起來了 我不要得罪蔡英文 好 所有這些東西都讓洪秀柱 沒有辦法應付的情況下 所以沒有人也沒有媒體去質疑蔡英文 好 可是邱宜 所以像葛蘭儀 維特羅 當然維特羅是比較Junior 他比較恐怕資淺的 那葛蘭儀是非常資深的 兩岸的研究學者 而且兩位其實都是 CSIS太平洋論壇的研究員 她是助理研究員 那麼蔡英文去這個美國智庫演講 就是這個CSIS的這個論壇 那結果看起來兩位學者還是覺得 兩岸情勢不會因為你現在的政策而改變 而他所刊登的期刊叫做國家利益 當然他這裡面就告訴大家 他們在乎的就是美國利益 所以他們並不反對兩岸之間這種 可能停滯 中斷 只要不要騷擾到我美國就好 當然美國有他的亞太戰略布局 美國當然希望台灣不要再出一個 叫陳水扁這樣的trouble maker 那他對蔡英文訪美 蔡英文當然是吹牛吹得很大 說美國都很支持他 美國都看好他 可是美國到現在為止對蔡英文訪美之行的 還沒有定調喔 沒有總體評價 沒有定調喔 而事實上美國還在停停看之中 而九月的時候習近平到白宮去訪問 可能那個時候會有一個比較明朗的結果 但是回到我們台灣來 蔡英文的維持現狀怎麼去維持呢 你現在馬英九執政這七年多來 因為外交修兵 所以馬英九上來的時候二十二個國家 現在還是二十二個國家 可是你今天蔡英文上來之後 你還能夠外交修兵嗎 你不承認九二共識 兩岸之間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不存在了 所以外交修兵也不存在了 這就是呂秀蓮跟林中斌所謂的 我們會有雪崩式的外交嘛 會有雪崩式的斷交 這時候又是進入了烽火外交 台灣怎麼能夠去承受這一種 烽火外交所帶來的後果呢 我打斷一下 我再跟鳳鑫借一下這張手板 因為有一些屬於inside的部分 我就要簡單講一下 就是當蔡英文在說維持現狀 當然不是蔡英文講吧 很久我們也都在談維持現狀 但是你談維持現狀的時候 這一篇的報導 就美國的這個 國家利益 他是一本相當幼的刊物 我跟你講他基本上面 像是共和黨的一份戰略機關報一樣 因為我經常看 那這個這篇文章裡面 固然掛名因為葛萊儀比較資深 但是這個叫維特羅的 他是專攻戰略的 那當他在談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在談兩個重點 依照他們對於習近平當下的 就是說國際政治的戰略的操作 他說如果像蔡英文 這樣子的一個論述上來了之後 他認為他認為習近平非強硬不可 非強硬不可之後 所謂的雪崩式的外交 他們有談雪崩式外交 雪崩式外交之所以 讓呂秀琳他們會緊張 是因為雪崩式外交是崩了之後 不會再回來的 你不會看到雪崩崩下去之後 給一段時間我們可以把它復原 不會 我堆雪人堆不起來 是就沒有了 再來他們提到的這四點 他們認為說這些都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當你在談維持現狀的時候 蔡英文你可能必須要認真去思考 這些專家他們站在美國的利益的角度 他們看到的你很可能會維持慘狀 而不是現狀 不過我這邊請教一下宏廷 其實當然我相信很多的民眾 想說雪崩式斷交 算了啦 邦交國沒有就算了啦 是 然後這個經濟 其實不是很懂那個外國專家說的話 可是那個果農的擔心 那是切身的 因為我們其實查過資料過去七年 你銷往大陸是成長一倍 所以如果萬一沒了 那就是沒了耶 所以那些農民的生計該怎麼辦 我覺得至少這一點 這個蔡英文你應該有個交代吧 一個政治人物他的言行 跟他對政策的一個看法 就像他的一個產品 他的這個成分一樣 觀眾朋友在選擇 或者我們投票的時候 選民在選擇的時候 就像在買這個商品 蔡英文今天有必要告訴台灣人民 他準備好要當台灣 中華民國的總統的時候 他要為台灣帶來一些什麼 當他一直在強調所謂的國民黨 在過去這幾年 什麼樣的東西都沒做好的時候 他提出來的立場很簡單 他常常用一句話 網路上最常講 所謂的蔡英文產生器 蔡英文產生器裡面 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就是 民進黨跟蔡英文 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平台 我們有必要去凝聚社會的一個共識 在所謂一個既定穩定 而正常的這樣子的一個環節之下 共同的去創造中華民國的文化 你好厲害喔 你都 我想連我都有機會 當民進黨的發言人 當總統 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思維人 可是那個操作的方法 然後策略什麼 就通通都沒有 都沒有 是 在這樣的一些狀況裡面 大家會發現完全沒有 所以台灣最近常常在講 我們要怎麼解決食安問題 我想台灣 我們大家應該先想想看 我們應該怎麼樣解決 如果我們再不清楚 一個政治人物的成分是什麼 就不要怪我們選出來 所謂政治的黑心商品 好 昨天美國前副總統 跟蔡英文見面 然後今天奎爾跟馬英九總統 以及洪秀柱 上午下午會面 奎爾今天上午的 跟馬英九會面的時候 特別講了一段話 他說台灣在美國獲得 兩黨的支持 是非常活躍的民主國家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 都是由人民決定或做主 馬總統為台美關係 兩岸關係建立良好基礎 未來無論是誰繼任總統 都能在你所已經建立的基礎上 繼續努力 可是蔡英文從頭到尾 並不承認這個基礎 他跟奎爾見面 最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來的 休息一下馬上 英文 當然我不是用調侃的 我在今天這幾個月以來 蔡英文包括出國訪問 包括昨天見奎爾 包括到南部的各個造勢的場合 還有他接受 Time雜誌的訪問 Time拿來做封面 做封面之後 民進黨的宣傳是說 你看連Time都說 蔡英文會贏 不是 Time是引用蔡英文的話 說蔡英文說他明年 就是他當總統 有年 所以你會發現 蔡英文見外賓 最重要的不是告訴對方說 如何維持現狀 所以才會有美國學者 在提質疑說 這個維持現狀 應該是無法維持 雖然不見得他們反對 維持慘狀 那但是呢 他只要見外國人呢 他的重點一定是放在 我贏贏的 我贏贏的 你看 7月20號 昨天見副總統 美國前副總統奎爾的時候 他說 我確定我們明年會執政 這個英文在這邊 然後呢 6月21號 初刊的時代雜誌 的訪問稿裡頭 他也說 蔡 就是蔡英文 相信他會贏得這項權利 蔡把最後一片鮪魚夾到我的盤子上 那塊鮪魚來自南方的屏東 他的出生地 他說 你回北京以後告訴他們 台灣的下一任總統 曾經為你服務過 然後6月6號在休斯頓 宴請僑胞的時候呢 他說2016年 就是我們告別舊政府的時刻 我們要讓台灣脫胎換骨 我們一起來開創新政治時代 然後5月5號訪工總 他說我們已經做好準備 作為執政的政黨 好 所以 其實蔡英文 我很少看到那麼自誇的候選人 不斷告訴他的所有支持者 就我贏贏 什麼很少 你從李登輝選舉以來 你有看過哪個候選這樣子 對 跟李登輝都沒有耶 我覺得你們兩位 我要證實一下 你們兩位不是挺蔡英文的嗎 對不對 應該不是吧 不是 但是你看到他這麼老型仔仔 我們大家一定要贏 這種講法 你們兩個應該高興 對啊 為什麼拿出來批判呢 因為我覺得 就是因為太高興了 因為你看幾個月前 姚仁多教授就指出 這個蔡英文很可能的三個造門之一 就是他已經把自己看成說 已經執政了 已經當選了 所以你看他所有對公共政策的講法 都非常保守 非常吃飲保態 所以這個 我覺得他如果將來萬一 萬一輸了 我覺得他輸的點就在這裡 所以他現在一直說 我贏了 我贏了 這個就是他最大的造門之意 你們兩個反蔡的人 應該引以為高興的點才對 你拿出來批評幹嘛 我要跟進來就 在某一個情況下 我支持蔡英文 就如果只有蔡英文跟宋楚瑜選 我支持蔡英文 不過我覺得重點是 因為他覺得他穩贏了 所以他所有的政策 都不肯說清楚 這個是他的缺點啊 將來他恐怕輸 就輸在這一點啊 好 當然他也想要塑造說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支持他選總統 所以他昨天呢 達利的宣傳 美國前副總統奎爾跟他見面 不過當然其實我相信 他知道 因為奎爾今天下午 就跟紅袖柱見面了 那最近呢 好像外國使節 對於紅袖柱的這個興趣 越來越高了 他在六月的十七號 那麼提名之後呢 這個這個這個 河背之後你看到 他七月十三號 他是跟加拿大駐臺代表 馬凱琳會面 然後七月十六號 跟德國在臺協會的 歐伯澤處長會面 然後你再看到是六月八號 澳洲駐臺代表雷家 跟他會面 然後六月二十六號 英國駐臺代表胡克定 跟他會面 所以其實這些駐外使節 我知道其實他們一直在排時間 而且呢 我聽他身邊的人講說 常常那個時間排了半天 排不下來 他們非常著急 可是這一些外國駐華使節 真的是紛紛地想要瞭解 紅袖柱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當然啦 紅袖柱過去這些外國人 對紅袖柱不是那麼了解 但是他們對國民黨是很了解的 對 那國民黨裡面現在已經 正式提名了紅袖柱吧 所以他們當然要對紅袖柱 加深一層的了解 我回來談蔡英文 蔡英文這個叫自我催眠 他為什麼要自我催眠 他真的認為他一定贏嗎 他不是不肯把政策說清楚 他是沒有辦法把政策說清楚 這也是 因為他沒有辦法說清楚政策 他就只好自我催眠啊 告訴人家說 這個政上來以後天下太平 什麼都可以解決 所以你們不必擔心 那至於如何解決 等政做了政以後再說吧 這不就是蔡英文的想法嗎 今天我要問 你蔡英文對於你不要核電 你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你的電價以後怎麼樣 他也不能說啊 他不是不肯說啊 他是說不出來啊 他連死刑要不要廢 他都不能說 對啊沒有錯啊 死刑也是如此啊 剛才講的維持現狀 不也如此嗎 在台灣說一套 騙民進黨支持者到美國說一套 騙美國的政府 就是這個樣子啦 所以他沒有辦法說清楚 那你叫他說什麼呢 他一說西洋鏡就被揭穿了 所以只好不斷地說 我問你來 我問你來 你要相信我問你來 我比較同意這種說法 就是說他真的不能說清楚 好美豬 蔡英文你美豬你要不要開放 貿易代表署還是沒有說 還沒有解釋清楚 你秘密跑去貿易代表署 幹嘛 貿易代表署他現在從頭到頭 只關心一件事叫做美豬 好 那你要不要開放 第二個 太陽花你不是知識太陽花嗎 如果你上台之後 福茂你簽不簽 人家韓國跟大陸已經簽了 你簽不簽 那貨貿談不談 對 談不談資金區呢 你現在就回答嘛 好 再來死刑呢 你費不費死刑 那他不是不要核氏而已 他也不要核 他是不要核電 都不要 然後不要核電 也不要火力發電 也不要風力發電 也不要水力發電 也不能來升煤 他什麼都不要 那你告訴我你用什麼發電 還有不與往來發電 對 什麼都講清楚 現在就講清楚 沒有 不行 因為我贏贏的 我贏贏的 我贏贏的 你不能說清楚 不過我們這邊講一下就是 另外一個反差很大的就是 蔡英文的募款又重現三支小豬 坦白說去跟這些小老百姓 去對照附加千金 實在會讓人覺得有一點難過 是難過 對 他 當然很早就已經講海霸王是他 他們是房東 注意這房東 2010年的事 好 然後在今年1月14號的 2011年1月14號 那時候揭穿他18%的利息 6萬多 是全台灣的公務員當中領最多的 他被逼著 然後這個18%不再領之後 他說我從此沒有錢可以捐公益 然後今年5月8號 他說台灣勞工的價放太多了 那今年的5月26號 他演說的時候 他說我念博士 一方面是對於知識的渴望 另外一方面是讓我媽媽 可以高興一下 讓我爸爸覺得他的投資是有效的 可是在這種附加千金的嘴裡 講出來這些話 可是卻要去跟小老百姓 募那個三隻小豬公廷 我想我再補充一點剛才 我的看法跟邱玉文員比較不類似 其實我認為大家這樣知道 民營黨是一個非常會打選戰的一個政黨 我認為蔡英文現在他們的選戰策略 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一個候選人在選戰裡面 其實大家都覺得好像應該要公開透明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他的政見政策越完整越好 但是蔡英文走了一個完全不一樣 非常不負責任的一個選戰方式 很簡單 完全沒有所謂的政見 完全沒有主張 而他的打擊面就完全沒有了 對 所有的人只能攻擊他一點 就是你是一個空心菜 就Wonkey 你只能打他是Wonkey 他沒有其他的任何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也回到為什麼我剛才提到 就是說他要求他的副手一定要清白無聲 因為如果我走這樣的選戰策略 我的副總統人選千萬也不能有任何的意見 因為那會導致我的整個選戰策略整個移開 所以他不說政見 更要確保他的副手絕不說政見 對 而剛才主持人所看到 包括蔡英文剛才所謂的一些附加千金的言論 所以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蔡英文最近的行程非常非常少 公開的發言更是少之又少 大家可以發現這就是一個非常完全的 就是以一個領先者 自以為領先者的方式去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這是所謂的選戰操作 這是政治選擇 那他怎麼選擇我們尊重 可是這對台灣人民是不公平的 我們有必要知道 哪怕他認定他是下一屆的總統 他也必須告訴大家 他要把所謂的中華民國帶往哪一個方向 好 不過因為昨天發生了北極水積砍人事件 我想很多人都很恐慌 網路上當然很多人討論 討論的狀況如何 休息一下 回來獨家告訴 昨天一天在北台灣 台北市跟新北市兩起隨機殺人事件 好 到底網路上怎麼去看待這種隨機殺人案件 其實我覺得對後面有沒有示範效果 也非常重要 我也很好奇 我們趕快來看看婉君弟弟 到底網路上如何討論這件事的 有男子在捷運上持刀砍人 好 大家第一個聯想到的網路上討論焦點 當然就是這難道是正結翻版嗎 同時死刑的存廢的爭議也再度引發討論 也有人關注這個吸毒問題嚴重 還有反社會人格社會邊緣人 如果持續的存在的話 是不是都是不定時的炸彈呢 好 果然是有人討論死刑 也有人討論正結這件事情 不過我現在就是很擔心 就一直在 一直在這個報導 就是正結殺人 隨機殺人 我真的很擔心那個模仿效應 其實我擔心模仿效應 是最嚴重的 當然會啊 因為 因為事實上從太陽花血運 一路以來 這種社會的邊緣人 社會邊緣性格 或者是反社會的心理 越來越強烈 甚至很多人認為 只要我能夠發現我心裡的不滿 我反社會的情緒 我做什麼都可以 那看到了正結在北結殺人以後 我當時就說嘛 這個叫破窗理論 你第一個窗破了 你沒有處理好 你就會陸續的不斷的破 那再加上像蘋果日報 又特別喜歡把這些事件 做擴大渲染的報導 那很多人就想做正結第二 做了正結第二 再做正結第三 那這一種示範效果 就是代表破窗理論 一個窗一個窗的破嘛 這才是讓我非常的擔心的 不過當然這社會上有贏家 當然也會有 可能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辦法 有出頭天的人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社會 也在營造一個 只要我沒辦法出頭天 都是白人的女生 願天願地 我也很擔心這種效應 我覺得人家講說喜劇只有一個故事 但是悲劇有很多版本 所以不要輕易把它講說 這個是正結的翻版 我覺得每一個類似的 它背後都有不一樣的故事 那我覺得我們政府用的力量 去支撐這些人是還不夠 我覺得不只是政府的問題 我的小的時候 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 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像洪秀祖 他當時家庭那麼慘 他也可以怨天願地 是,他從不願 這個我想過 但是我們小時候 我很說 我們很不ök 他們的家庭 紅瓶 就不要留在這堂上 那就是我 我們會想說